国内自购疫苗陆续到位 日本捐赠的疫苗也即将抵台 眼看目前的疫苗数量还算是充裕 很多的民众就开始线上预约要打第二剂 但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要接种第二剂的民众可能要先缓缓 目前还是以广打第一剂为主要的目标 力拼在7月底之前 国内疫苗的覆盖率必须要达到25% 但是专家认为难度很高 官方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潘建志 也在脸书上发文呼吁中央 国内的疫苗剂量要持续的超前部署 台湾要达到群体免疫的话 疫苗需要达到人口的84%覆盖率 同时要加上第三剂把保护力拉高 这样子算下来 台湾要有6000万剂的疫苗才足够 我国自购疫苗陆续到位 各县市开始出现抢打潮 但就怕后续疫苗又卡关 民众又新抢着预约要打第二剂 但现在预约真的打得到吗 疫苗在打第一波的时候 那一定是以第一剂的广为主 那当然先约好也不是不行 但到时候也要没有办法 保证在那个时候一定能够打得到 要打第二剂可能得先缓缓 目前首要目标就是广打第一剂 因为指挥官陈时中喊话 要在7月底前 国内疫苗涵盖率必须达到25% 但现在全台疫苗数量 AZ加莫德纳一够701.66万剂 如果全部打完覆盖率就有三成 但现在目前全台覆盖率只有10.98% 差不多有263万人打疫苗 距离目标必须再增加312万人打疫苗 想达标一天就得打12.5万人 有机会吗 除了接种量能必须加快 万方音乐精神科主治医师潘建志 也在脸书上呼吁中央 国内的疫苗剂量仍要持续超弦部署 国际间变种株持续扩散 要达到群体免疫 需要疫苗达到人口数的84%覆盖率 同时要加上第三剂确保保护力能拉到90% 所以台湾要有6000万剂疫苗采购 拜托郭董台积电还有磁剂 除了原购的500万剂外 请各自再多买500万剂 确保台湾不再受疫情威胁 届台北综合报道 彰化县秀传医院收治了两名确诊儿童 分别是1岁跟8岁 他们的CT值分别是16和19 具有传染力 但是两人都没有症状 活动力进食量还有睡眠也都正常 经会诊中医后使用清关一号治疗 一个月之后CT值都高于30 顺利解除隔离出院 不过医师也担心 儿童恐怕会成为隐形传播者 呼吁家长要多加注意 儿童类似感冒的症状 彰化县7号零确诊 目前累计的确诊人数是264人 而彰化秀传医院收治的两名确诊儿童 分别是一名一岁女童CT值16 另外一名八岁男童CT值19 病毒浓度相当高 但治疗期间活动力进食量和睡眠都正常 也无呼吸道感染症状 医院经评估后会诊中医 每天使用一到两包的清关一号治疗 一个月后CT值都高于30 顺利解除隔离出院 小朋友的免疫系统跟大人 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小朋友在接触认识处理病毒的过程中 他们可能会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 他们也比较不会像成人一样 会产生比较激烈的细胞风暴 造成很大量的一些发言的反应 目前肺炎疫情有年轻化的趋势 以色列最近单日新增超过100例 有7成感染Delta变异株 其中一半是孩童 而孩童多达四成无症状 但确诊后病毒量偏高 潜伏期可长达36天 恐怕成为隐形传播者 呼吁家长得多注意 小孩咳嗽发烧等像感冒的肺炎清症症状 至于彰化喜善家族 一家三口染疫身亡 家属质疑母亲跟妹妹 在医院爆发病房群聚感染后 没被安排到其他地方隔离 还返家导致父亲染疫 卫生局表示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 目前还在厘清当中 如果对医院的处置有疑虑 可以进行超出解决 接着到冒状彰化采访报道 国内这波本土疫情 有不少人把原因归咎于指挥中心 在4月中将机组员隔离检疫时间 缩短为3加11 而指挥中心专家小组成员 李秉颖医师 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突然爆料 说3加11是指挥中心自己的会议 专家会议从没讨论过 引发轩然大波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直言 有执照的医师都知道 3加11违反潜伏期 而李秉颖今天澄清 本来就没有规定 哪些事一定要在专家小组讨论 指挥官陈时中则说 他没有办法去回忆 过去一年所有的会议内容 但是会负起最后责任 国内本土疫情大爆发 外界不少人把矛头指向指挥中心 放宽机组员隔离检疫规定 但这3加11政策从哪来 指挥官陈时中说 没有会议记录 专家小组成员之一的李秉颖医师 更进一步在节目上面爆料 3加11在专家会议上 从没讨论过 有执照的医生在场就知道说 这个一定违反 违反潜伏期的概念 如果每一次都没有医学专家 那就更奇怪了 中央的防疫政策是怎么决定的 柯文哲不意外话说的酸溜溜 曾多次表态 3加11就是最大破口 如今连专家都说 专家会议中没讨论 眼看火越烧越旺 李秉颖赶紧澄清 我没有这样讲 没有讨论过 那最后是指挥中心 可能是其他的委员会 去做的决定 所以我不太知道 他的过程是怎么样 讲料很多是指挥中心 自己就可以决定 不用进到专家小组讨论 播满一番话 被恶意扭曲 但专家小组 没有讨论过 3加11就是事实 到底政策有谁背书 整体我负最后的责任在 你要在我一件一件的会议 一件一件东西会议 我实在没办法 我这一年来 每天要开的会议 要决定的事情 是非常的多 这样的一个程序 是在一个行政管理 已经落实的情况之下 3加11制作过程 再有益 是否因此抖制 国内疫情爆发 指挥官陈时中 这回益健康 最后欢迎高权 台报道 指挥中心专家 咨询小组召集人 张上纯 5号分析 染疫病逝的死者 年龄普遍偏高 60岁以上占9成 约有两成的死亡个案 家属签署DNR 不施行心肺复苏数 所以造成台湾死亡率较高 但其实有相当的比例 是救得回来的 此言一出 遭部分民众及医师痛批 对此张上纯 今天在记者会上也表示 他并没有要指责 或伤害任何人的意思 针对用词不够精确 造成误解 向所有被伤害的家属致歉 前天的报告 我的表达用词不够精准 或不够恰当 我还是要说抱歉 绝对没有要去指责 或伤害任何人的意思 强调用词不够精确 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 召集人张上纯 7号记者会上正式盗窃 为了引发轩然大坡的这句话 这样的一个高比例 将近20%的拒绝插管 拒绝急救的一个状况 里面还有相当比例的病人 其实是可以救而回来的 张上纯 5号分析新冠肺炎死亡个案中 将近两成千数DNR 不失行心肺腹疏数 是造成死亡数多的原因之一 迎来一届人士抗疫 认为会带给做出困难决策的 病人家属 二次伤害 医师苏伊丰 7号已在连速抨击 面对重症资源不足 用DNR来逃避问题 只是打击医护和家属的心 对于张上纯道歉 反映正面 这句话也让一些患者家属 非常的心碎 我们的治疗医护人员 都非常的尽力 还是大家相信第一线的判断 这句话就这样收回 也不要再增加了太多的 大家心里不太爱影响 而当初发文提醒他的ICU医师 陈至今同样在脸书表达肯定 认为是给晚辈的最好示范 这主要是因为我在整理这些病例的过程当中 注意到了签署DNR的人数相当的多 其实是让我有点惊讶 张上纯也解释 发现签署DNR人数很多 单纯想把状况呈现出来 也强调自己曾在第一线汉传染病奋战 甚至医护辛劳以及家属压力 也派议论声浪 就此落幕 记得综合报道